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我也是一直每天对着孩子 又要做家务 又要做乳服 工作做不完 多不多就花一去大小生 做了商人的地址 就要尽自己的一点本分事 那时我们没有协力组长 主员推荐我去做协力组长 正当协力组长的时候 我很多东西都不会一直请教秀卫师姐 我以前我连电话打都不会的 现在我就学 然后我信心会写 会看信心 会看影片会回复什么 我从来没有出去外面做过工的 一路来都是做自己的工的 没有在外面收过去 所以一点去我就不要做了 有时会一点摩擦 就是要磨来磨去才会增长 不然我就不要做了 主员他们就会开导我 所以我就OK 又再做了 所以我们的主就是互相配合 带着那种善解包容的心 一直边做边学 我今天会炒米粉罢了 我会要他们来 我一个人很懒得煮 有多人吃 我就容易煮 没有任职系 我很孤单 孩子回来就煮给他吃 真的是很闷的 现在有吃气了就比较 生活上也比较过得很开心 整个星期会比较开朗 可以参与这些活动 虽然是很累 但是过后你感觉到整个人很滑喜 所以不要开朗 不要自在